影片以第一人称我的角度,讲述自己所经历的故事。 清朝末年,才二十出头的我,没找着工作,多亏邻居巡警赵大爷的帮助, 我也当上了一名巡警,有份养家糊口的薪水,制服穿在身上,也算体面。 在我住的杂合院里,有三户人家,除了我这户外, 一户是赵大爷,赵大娘,带着可爱的儿子,小索, 另一户是孙媛和孙媛之妻,带着女儿小玉,孙媛是拉黄包车的, 当上巡警不久后的某一天夜里,我执勤刚好遇到了城里兵变, 街面上铺子被烧了,变子兵肆意捉人杀人,强强名女, 赵大爷的儿子小索也被杀了,我看在眼里,但不敢管, 报告上级,上级说不用管。 当我身为三等警的时候,巡长派我和另一同事去给秦大人看门, 薪水也涨了一点,秦大人府上奢侈阔气, 秦太太一次买一堆鞋子,还嫌北平城里没有合议的鞋子, 我们这些当巡警的,鞋子底都因跑腿磨烂了, 也舍不得买双新鞋换了,一瓶日本香水五十块, 秦太太不嫌贵,要知道孙媛的孩子卖了,也只值三十块, 当巡警的薪水每月六块,后来我给秦大人看大门, 才涨为每月七块,报上刊登中日二十一条消息, 北大学生在秦大人家门前抗议示威,强烈反对签约, 其中的学生领袖是深远,愤怒的学生们冲进秦大人家里打杂, 与调来的巡警们闹成一团, 由于五四学生运动,秦大人下了台,搬家走了, 我身为了巡长,日子似乎有了些笨头, 可不久后,秦大人又搬家回来了,他的小舅子狐狸, 成了警察厅分署长,狐狸为了安排家里人的工作, 把我降了急,从巡长又成了三等巡警,继续给秦大人开门, 我的妻子病故,丢下两个孩子,大妞和海福, 多亏邻居平时帮忙照顾, 邻居孙媛病了,家里没钱看病, 孙媛之妻只好把自己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卖了, 换点钱给孙媛治病, 秦大人派人四处抓捕革命党人申远, 但我知道申先生是个好人, 所以当有人来搜查时,我掩护着让他逃走了。 民国十六年,我的儿女都大了, 儿子海福也跟我一样,做了巡警, 我也帮他定了亲,亲家就是孙媛家, 他家闺女小玉跟海福年龄相仿, 又从小一块长大,刚好配一对, 女儿大妞虽不识字,但勤劳能干, 也找了个好婆家,把她嫁了出去, 东三省被日军占领, 申先生继续在北平城里组织抗日活动, 卢沟桥事变后,日军侵入北平, 狐狸做了汉奸, 引着日本人上门抓花姑娘去当慰安妇, 小玉被抓走了, 最后惨死在日本人手里, 海福由申先生送出了城, 加入西山的抗日游击队, 申先生却因事迹不密, 被抓了起来, 最后他被国民党政府执行了枪决, 抗日八年胜利了, 狐狸摇身一变成了警察局长, 黄包车夫孙元不服, 汉奸又当了官, 写信举报, 结果消息落到了狐狸手里, 狐狸立马派人抓了孙元, 一顿毒打, 就把他给收拾了, 狐狸认出我有个共产党儿子, 用各种毒性逼我, 说出儿子的下落, 可我确实不知道, 从牢里放出来的我, 差事没有了, 又遇上了通货膨胀, 钱越来越不值钱, 连养活自己都成了问题, 最后, 我沦为了街头要饭的老乞丐, 寒冷的冬夜, 我走在大街上, 渡饿衣钵, 又回到了当初自己年轻时, 做巡警, 巡查街面的地方, 四十年一晃眼就过去了, 我呢, 一个社会底层的小老百姓, 安分勤劳, 良民顺民, 只求守着老婆孩子, 过上几天安稳日子, 可碰上了个倒霉的时代, 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, 死亡也是一种解脱了, 这部电影, 时间以第一人称的讲述, 把个四十年时间跨度的故事, 娓娓道来, 从满清末年, 北洋军阀, 到日军清华, 国民政府时期, 军阀, 政客, 汉奸, 日军, 轮番上台执政, 把社会底层生活搞得民不聊生, 水生火热, 怨声载道, 小老百姓只求过太太拼拼的安生日子, 有温饱, 有事做, 有安全, 这么朴实的愿望, 在兵花马乱, 战争频发的年代, 不可能实现, 男主六十多年的人生, 最后, 也是落得个不得善终, 冻, 饿死街头, 就像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童话故事, 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, 小女孩最终也是, 又累又饿, 冻死街头, 猪门酒肉臭, 路又冻死骨, 这句唐代诗人杜甫的诗句, 穿越了时空, 飘荡在世界不同角落的真实写照, 穷人不得好活, 好人不得好死。